现在呢是美国放暑假的时间 因为今年呢我们想带小孩出来旅行 所以呢就没有给他报什么特长班呀课后班 没事呢我就带着小孩啊过来公园玩一下 或者是去游泳池啊去图书馆啊之类的 想着今年当一个佛系的家长吧 就让小孩暑假期间啊多玩一玩 我女儿呢今年是小学一年级 刚刚完事再上呢就上小学二年级 昨天啊跟国内的朋友聊天啊 说他们家小孩呢也是上二年级的 但是现在呢都已经开始学奥数了 想想我女儿平常在美国的学校里啊 两位数的加点法呀 可能还要扒了手指都算不明白 这个啊就让我感到很焦虑啊 觉得在国内的小朋友学的那么多 而我们在美国呀就是学的这么少 就让我感觉差距还挺大的 有人说啊现在提倡数值教育 难道数值教育就是一天到晚在外面玩吗 不知道大家觉得是中国教育好 还是美国的教育好呢 反正在美国这边啊 你不学也没有人管你 但是在咱们国内啊 那种氛围就不一样 所以在跟国内的小孩一对比啊 我还是挺焦虑的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教女儿一些数学 比如说惩罚口诀表啦 看她自己写 但是教了很长时间 她有一些吧 总容易忘记 这个让我们挺苦恼的 四四多少 四四十六 四六呢 二十四 好 刚刚跟一位在美国当老师的朋友啊 交流了一下 说了一下我的担忧啊 说了一下中美教育的一些差距啊 我的这位朋友劝我说啊 也别跟国内的小孩比 孩子在美国上学啊 未必能适应国内的教育 特别是数学 不一定非要让孩子学习奥数呀 其实也可以考虑培养孩子的思维 提升思维能力还是特别重要了 是呢给我推荐了Air Class Kids 数学思维课程 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懂数学思维 我就预约了一节试听课 给参参体验一下 Can you touch your face like this? Okay, super good Now first I will give you two Can you see them? So which language you speak at your home? Um, Chinese 那你想用哪个语言来上课呢? 英文 Oh, English Okay, super good 因为参参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 所以她更习惯说英文 老师呢也可以用全英文给参参上课 这个更有利于参参的上课的理解和交流 从上课开始 参参和老师的互动性很强 看起来孩子很喜欢 参参这节课学的是排除法和简单的等量代换 课上全程都是于教于乐的方式 老师在跟参参互动时 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都很强 课堂上有设置了很多小游戏和趣味答题 老师会慢慢引导参参思考和回答问题 当答对题目时 老师也会奖励她游戏里的能量果 感觉参参挺喜欢自动上课方式的 现在观察了 所以,多少部分可以看到? 哦,4 是的,4,good job 现在,让我们称为1 这个是1,所以我们会记住1 好,那么,这个部分是2 然后,这个部分是3 我们自己也在家教过参谈数学之类的 我们在家辅导参谈数学 想让他不跟国内的小朋友差距那么大 于是就教他一些计算和惩罚口诀表 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学逻辑思维 我们自己教孩子真的是生气 感觉他为什么总是记不住一些很简单的东西 而且我们在这方面也不是很专业 也很难挖掘孩子思维潜能 只能去逼着孩子去学一些死记硬背的东西 孩子也很容易对学习失去兴趣 这次跟着老师学思学思维课 我觉得在老师的引导下 灿烂的理解能力和反应速度真的很不错 看来还是得找专业人士来教 才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和潜在的思维能力 看来 这就是火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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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不错 非常好 上瓦课家长和老师有一个一对一的交流 那下面来跟您说一下灿灿的一个情况 那灿灿在上课的时候呢 妈妈有在旁边看吗 我看了 那觉得呢 那灿灿的表现怎么样呢 还满意吗 我觉得还挺好的 嗯 Oh yes good job 那本节课呢 上来之后呢 那老师的角度来看呢 那灿灿呢 从头到尾的话呢 她的专注度是非常好的 能一直呢 跟着老师去进行思考 进行互动 那有她自己的思考呢 她能够去积极主动的 那去进行我们的课程的课程 环节非常的赞 妈妈可以夸夸她好不好 非常好棒 目前来说的话呢 课程一共有五个模块 那本节课呢 主要是一道其中的两个模块 一个是分析推理 那一个是数语运算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是以这样的模块为去划分的 那每一个维度呢 它的占比也是不同的 那目前的话 灿灿呢 我们是level 3 在这样 那今天的话呢 主要是逻辑推理在这里 然后呢 数语运算会占比较少的部分 对 那其实呢 我们每一个模块的话呢 会有非常多的一个学习内容 它也会通过不同的题目 去进行练习 那所以说呢 能够让孩子呢 对于这个能力的掌握 会更加的巩固 那也会有一个 比较好的学习效果 是这样的 好的 明白了 谢谢 那妈妈的话呢 目前对于孩子的学习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 就是因为你 已经有这么多经验了嘛 你觉得就是 灿灿对于同龄人的小孩 他今年六岁半嘛 你觉得他的逻辑思维方面怎么样 哦 那今天呢 其实是可以发现的 那岔岔岔来说的话 他的反应是很快的 他很聪明 反应很快 就是我们希望他 就是记一些 就是崇发口诀表 就是 因为这个是比较洁净的一些东西 就是你的建议会怎么样呢 嗯 那我先面来说的话呢 那是首先的话呢 那像崇发表那些东西的话 是一个机械记忆的东西 那我们如果要去发展更高的能力 那一些思维能力 那推理能力 那独立思考 这样的一些问题能力 那是有需要 这些技术的东西在的 所以说呢 我们要打好技术 那崇发表来说的话 是可以去记一记的 但是呢 我们除了技之外呢 还更多的需要去运用 那把这个成法表 融入到我们之后 去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再进行 我们独立思维推理 然后呢 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去用 这样的成法表 去帮我们去进行计算 一年级的课程 二年级的课程 那会更多的涉及到 加减法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下一步的话呢 就可以让灿灿 那特展一下 他的一个加法的计算的能力 那以及 那全面出发的能力 那其他的一些能力 那是这样的 我们就去给灿灿 来去定制一下 他适合的课程 灿灿 上完这节课 你觉得怎么样啊 还行 我很喜欢这个课 老师也很好 我什么时候还上呢 那妈妈 再给你报一个课 好不好 好 上完这个课 发现 原来数学 不仅仅是公式化的死机硬背 也不仅仅是加减成熟 更重要的是学习思维 也没想到学习数学可以这么有意思 之前我那个当老师的朋友跟我说啊 数学是其他学课的基础 学好逻辑思维对其他学课学习也很有帮助 而在我自己辅导孩子的时候啊 往往就忽视了思维这一块 所以呢 我打算让孩子报这个 Airclass Kids数学思维课 让灿灿长期学下去 加强培养他的数学思维 他们家是2014年成立的 也是老牌了 现在全球有50多万的孩子 在上他们家的课程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二维码 或者点击下方链接 为孩子免费领取一节一对一的试听课 为孩子安排一个有意思的数七学习 为孩子安排一个人算以来 每一次都没有扫描二维码 我们的课程也有一个课程 感谢观看